這個圖畫出來之後就把它改一下 因為這個看起來雖然已經有那個雛形了 可是兩個問題 第一個這個改一下名稱好了 這個叫... 我把它改一個比較有意義的名稱 叫歷年切到折線圖好了 OK 名稱的話就把它改成有意義的 然後把這個名稱複製 順便把底下的這個工作寶名稱點兩下 把它貼上好了 因為它叫工作寶一看起來就覺得不是很喜歡 工作寶一感覺好像就是很粗糙的東西 好像一個完全沒有做任何處理的 所以一樣嘛 這個名稱給它改成一樣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把這一個顏色換一下 換成紅色 然後出體好了 然後並且把它改成大概18號字好了 這樣看起來會比較可以符合它目前應該有的一個樣 當然不一定這麼大這麼小 你們可以調一下 顏色你不喜歡紅色你可以改別人OK啦 反正就是換個樣式 那我基本上換三個 一個是顏色 粗體 跟字的大小 再來的話就是說這個合計 把它這個叫圖力 圖力範力的力 把它取消的話幾個方法 你可以按Delete 選它Delete 或者你可以看到右上角有一個加號有沒有 你也可以點這個加號 那它會出現有個圖力 預設是打勾 你也可以把它打勾取消 有沒有 這樣不就可以把圖力給取消掉 OK 所以右上角這個加號其實也大概知道一下 那這個右上角加號其實就是叫圖表項目啦 那有哪一些項目很常用到 比如說比較常會被問到就是說 可不可以在這個點上面再加數量 因為如果我不知道數量 我可能要看104 然後再知道說它是6 這個位置好像就687 但是我這樣看可能大概接近700 所以我如果想要更精確的數字的話 那我就直接怎麼樣 直接在這邊有個叫資料標籤 你可以把資料標籤打勾 你會發現資料標籤好像就出現了 有沒有發現 這個資料標籤是可以選用的 我覺得這個還蠻常會需要的 它會直接把你這邊的數量 直接就打在這裡 這樣的話你就不需要再多一個表了 有沒有 它等於表裡面的東西 也都在圖上呈現了嘛 所以沒有表也沒關係 而且反而更完整 這個比較常會用到的 然後另外還有一個 做回歸分析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會想要知道這個趨勢 到底是向下還是向上 那所以這邊其實有個功能 我覺得還蠻好的 叫趨勢線有沒有 所以我如果想要知道這個切搭按鍵 是向上還是向下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把趨勢線打勾 有沒有 那它也會畫一個趨勢線 告訴你說 這個治安基本上是往下的 而且這個角度還不算太小 感覺好像 哇 這樣一直往下 等於是切搭按鍵 就等於歸零了 OK 不過應該是不可能歸零 只是會變很少而已 有沒有 趨勢線 所以這個圖表項目這邊 你們不妨也可以多了解 其他至於其他的話 就看需求啦 比如你要畫個表在下方也可以 誤差線這邊也會出現 有沒有 哇 這其實很多功能 這漲跌應該是跟股票比較關係 這兩個等於是看各位 我就先把它取消掉 我們大概就是 主要是想要你畫出這個圖 就OK了 所以這個叫歷年切到折線圖 第一個圖 好 那其實你會知道 如果問說 這幾年 這104之後的 住宅切到案件 到底是有沒有變好 其實不言可喻 OK 我們就不用太多說了 反正你看圖就好了 那這個也不是我自己說的 這個是資料說的 那這個資料 我是相信它的公正性 所以其實應該也沒什麼好變的 你要跟我變 所以你要變 你就跟公務員變好了 這個不是我弄出來的 OK 好 所以這個就比較不用有太多爭議點 對 所以有的時候為什麼會爭 就是因為你們彼此都沒有任何資料 有沒有 都是說空話 難怪會吵成一團 就是吵半天 可是也沒有結果 沒有意義嘛 吵這個也什麼意義嘛 你不如 好好的把ESALE學一下嘛 學個樞紐分析表 我覺得比較踏實一點吧 對不對 不然的話 你說真的你 每天就是一堆人在那邊吵來吵去 說真的 你每個人都說得好像有道理 有沒有 像爭論節目 講得好像煞有其次 但是 不知道 OK 好啦 算了這不是我們講的 其次的話再來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這個哪一區 切斷案件 佔比 所以我們幾個這種 第一個區有沒有 佔比 我不是要折線圖 佔比的話應該畫個圓形圖 會比較合適吧 一塊餅佔的比例多少 所以大概兩個重要 第一個 你就先產生區這個欄位 所以區這個欄位有沒有 好像沒有 但是你可以從 發生地點裡面可以取出來 所以我們可以在區1上面 輸入一個區好了 增加一個欄位名稱 有沒有 第二個的話 接下來的話就是把區取出來 區怎麼取出來 這應該比較簡單 我們可以插入一個 這個規則 大概應該知道吧 這個規則是 中正區 應該在第四個字 它不是左邊也不是右邊 它在中間 所以MID 它是在第四個字取三個字 所以我們就插入函數 然後呢 找到MID這個函數 這個前面有用過 這個函數好像相對重要 因為中間的機率好像比較大 它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地址給它 第二個問題是從它的第四個字 所以輸入4就可以 要取三個字 所以輸入3就可以 得到中正區 那應該沒問題 按確定 向下填滿一下 好 那我們有區的嘛 OK 那這樣問題就簡單了 再來的話 你要統計 我講應該你就會了 游標一樣放在這個範圍 插入樞紐分析表 一樣範圍OK 按確定 不過你會發現這邊多一個G 之前只有F 現在有選到G了 按確定 好 那一樣呢 請你把區拖拉到列 再把區拖拉到值 OK 有沒有 馬上呢 就可以知道哪一區的數量 應該不會很困難吧 如果你不會蘇牛分析表 是蠻困難的 但是如果你會蘇牛分析表 真的很多事就簡單了 所以如果你做 只要你有data的話 有沒有 各行各業都有 你要做實驗 實驗一大約 而且有人做實驗一大約數 數據都起百萬比起跳的 那你用蘇牛分析表來跑 瞬間也把它跑出來 OK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想知道 當然呢 各區 我們比較關心說 哪一區的切刀案件 數量是最多的 那當然呢 你可以看得出來 目前的數量好像最多 應該是中山區吧 有沒有 它的數量好像491 看起來好像是最多 四字頭的 四字頭好像還有這個 有沒有 在士林區 然後萬華區 413 413 所以其實最後我是建議 乾脆你排序一下好了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 想要知道說 切大按鍵多的排在前面 切大按鍵少的排在下面的話 那我們很簡單 第一步 請你把游標先放在B4 OK 記得一定要放B4 你不要放別的地方 因為放別的地方 好像會排序出錯 其實我 其實我 自己想 如果你要放別的地方 自己想要同學放B3 可不可以 B3好像連排序都不行 那如果你放B5可不可以 我不確定 B5 B5也可以 所以意思就是說 你放在B4到應該B15之間都可以 但是我個人比較習慣是直接放B4 就變成直覺的SOP 要排序就放B4 這樣就簡單了 OK 所以你先放B4 然後再Z到A 這樣就OK了 好 那馬上呢 就可以排出一個 這個什麼呢 切大按鍵的最多到最少 不過我跟各位講 其實最後做完這個 就有比較 吹毛求疵同學說 是這樣子其實還要再增加一個欄位 就是那個什麼 各區的人口數量 因為數量跟切大按鍵是 是有關係的 所以如果你要統計出比較精確的 可能他要把 人 這個什麼 各區的人口數 不過我跟各位講 我們沒有就要做這麼細 如果你想要做這麼細 請你自己去做好了 OK 我們重點是學習樞紐分析表 不是 要做這麼細的這個分析 當然他講的是沒錯 他有看到 所以他其實非常有研究的 這個算什麼 代開發的潛力 OK 所以如果你想假設說 你的期中報告是想要做更 沒關係你可以自己去延伸 但是你也不要鑽牛角尖 萬一有些同學鑽得太深了 怕到時候就回不來了 或者是OK 所以請各位先把那個 這個各區的部分 先把它統計出來 待會我想要畫一個比例圖 OK 到底哪一個比例最多 然後也許我們可以畫一個什麼 用插路這邊其實可以畫一個圓柄圖 圓形圖 有沒有 你可以用什麼 用圓形圖或環形圖都可以 然後我們用圓形圖好了 當然平面跟立體 我是覺得立體是比較花俏 可是我是覺得我們走的 還是比較是務實的路線 所以我們還是用平面的好了 如果你想要畫成立體的也無仿 立體還可以旋轉角度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這麼花俏 我們先用平面的OK 你就插入一個平面的圖 然後位置一樣就D2到M20 反正就是這個位置 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個範圍 因為將來我是希望說 我們甚至可以用VBA 去把這些動作全部產生 你按個按鈕自動就完成了 只是那個難度是真的蠻難的 蠻困難的 但如果你這麼難的東西 你也都會的話 那表示說 那你夠專業 OK 所以你要怎麼證明 你是夠專業的 那當然你就要能夠有 讓你說服別人眼見為平的部分 你不能說我很厲害 那你厲害 你證明給我看 你不要用嘴巴講 OK 好 那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這個地方先完成 統計 這個的話就是再改一下 這個叫什麼 各區比例圖算 OK 這邊也叫各區比例圖 OK 我們今天下個休息 待會再來看後面的部分 以上 都沒有 好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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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